来看到地方小人物大世界 瑞穗富原村土生土长的中方旗 从微软公司退休后返乡照顾年迈双清 而对于从小就生活信仰中心的保安工 陈皇庙有着深厚的情感连结 也因此就特别以置身数位科技的专业 设立保安工网路点灯 希望百年历史的公庙服务也能够与时俱进 朝向数位科技化来发展 绿色衬衫搭配白色长裤的中方旗 以简约装扮呈现优雅之心之美 首持清香前行祭拜 从小到大必有她的陈皇爷 瑞穗富原村土生土长的中方旗 从微软公司退休后返乡照顾年迈双清 由于祖父捐地为侠孩陈皇爷该庙 因此从小就与保安工陈皇爷有着深厚的情感连结 而随着数位时代的来临 中方旗就以自身数位科技的专业 设立保安工网路点灯服务 进一份心理或者参与 所以我就跟这个平台的人合作 把我们的保安工的文化跟我们的点灯的机制 建到这个平台上面 所以这样子的话 你只要点进去这个平台 上面有保安工的介绍 然后你要点什么样的灯 要祈求什么样的服务 都可以在线上做 而且这个线上可以有七种不同的支付方式 都可以 西部都会地区公庙 几乎也早已走向科技数位化发展 对于百年历史的保安工来说 要走向数位化服务 中方旗不讳言难度颇高 做姓管委会与地方信众也都相当支持 让问题与阻碍能因刃而解 像现在我们都是手工的 点灯然后就写收据什么之类的 在下一步我是希望说 可以把这个点灯 就直接就点灯 要不然现在我们还要怎么换灯 什么之类很多人工的东西 这个不是很科学化 所以我们下步要做 就是说你在线上点灯之后 我们这边有一个数位 那这个数位呢 直接跟我们财务系统做连结 然后就直接就寄这个感谢状 或什么之类的给人家 所以一步一步来 网络点灯服务 中方旗说 这只是保安宫数位服务的第一步 未来也将积极协助保安宫 城隍庙的科技数位化 朝无烟无止低碳环保的记忆服务为目标 人随不原保安宫 在清光虚年间建立至今超过百年历史 在社区性重的努力下 至今仍保存城隍野夜巡暗访的文化习俗 古兑与镇头大阵仗的巡装活动 延伸发展为年度社区股王争霸战等民俗宗教文化盛世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